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5月13號18點19分 我們現在給大家拍的這條路 接下來拍的這條路叫做前埔路 然後前埔路,我們正在前埔路與里領路的交界處 十字路口 這個保隆一層前幾期我們已經給大家外觀跟大家拍過了 然後這個橫向的這個,是叫旅領路 旅領路我們也給大家拍過了 感興趣的同學可以去搜索一下 就可以看到 這個地鐵站叫做領兜地鐵站 左邊這個是明發園 在前面那個是 左手邊這個是明發園 我看到下面賣水電的 汽車租賃的 賣茶葉的 租車的 下面感覺到有點髒 前埔路啊,我們從北邊走到南邊去 然後對面是上東美地 上東美地我們前幾期也有拍過影像了 大家可以去搜索旅領路 旅領路就可以看到建發上東美地的一個外城的建築圖像了 上東美地啊,上東美地這邊啊 這都是空地啊 基本上都是空地 就是一個民宅而已 只是說拆遷還拆得不夠車體 如果這個建成這個保障性住房啊 對民眾都是一大利處啊 先是國境廣場 下面都是賣這個奔馳車的 奔馳的CS店吧 啊 我也去看過 高大上的 裡面服務員還不錯 不會因為你穿得很破 很不窄 他反正進去都是客人 他會拿水給你喝 還不錯啊 現在島內的所有的大樓啊 基本上都招租的啊 國境廣場還不例外 他這個牆面好像洗過了 以前沒這麼乾淨 外牆沒這麼乾淨的 最近好像是刷了成灰一樣的 你看外層玻璃很髒吧 因為最近你看這附近都有挖 那個地鐵口那邊啊 金山路地鐵 金山金山路跟前普路交界處 還有履領路在地方啊 經常在挖鐵挖土的 所以搞到這 現在乾淨多了啊 有進步有進步 但是這個 國境廣場太高大上了 我 騎電動車我騎在哪裡 他就不讓我進去了 他裡面沒有專門的停電動車的 他瞧不起騎電動車的 我就是騎到這裡啊 我一般騎電動車騎到這個地方 騎到那個地方 我從這個右車騎進去嘛 然後我左拐 他就不讓我停了 我說停火等那個 等我的那個客戶下來 要拿東西給我 他也不願意 他叫我趕快滾蛋 他說不能 會被監控看到 會罰款 反正現在高大上的樓 他都不允許你電動車停 反正沒位置 你必須停在外面 就像這樣子 我相信這幾這樣都是因為 蛤 這還有停在這裡啊 這大馬路耶老大 所以說大跨國公司啊 如果你們有點資金 你們不要想著說 自己要自己建棟樓 別想了啊 別想太多了 你建好以後 你那個建好的錢 跟你租的錢都不成比例 你隨便來租租 下門這個寫字樓的話 是很多的 相當相當多的 遠比你那個建造的成本 還有低很多 而且現在國內這種房子 建寫字樓的 大家都是為了爭光嗎 某某大廈 某某品牌 某某大廈 大家都虛榮心太強了 沒這必要 沒這必要啊 能活著實際一點 多位社會做點貢獻 多位平民做點貢獻 這才是最實際的 不要想著天天建大樓 有點錢就要建一個大樓 然後寫上自己的名字 像你看這個國金廣場 大家仔細看一下這個亮燈率啊 我自己目測了一下 亮燈率可能就是百分之四十 最多 四十到五十 基本上有一半是空的了 這種情況就是你建完大樓以後 你馬上把它拋售掉 拋售掉比你租更好 現在租的都租 大部分都是空的 而且按照中國速度 按照我們的所說的中國速度 如果這樣建下去的話 過不了五六年 這很多的寫字樓 它的出租率可能就是最多百分之三四十 不會再高上去的 左手邊這些是 這一排全部都是賣車的 杭州青年社區 杭州青年社區 就是基本賣車保養的 這裡比較多一點 貼的 你看前面那棟 大紅紙的 又寫材質會招商 你看看那裡面的亮燈力 大家都知道 沒幾盞燈亮的 所以說 我一直強調 所以那個 現在大樓多的是 你不要有點錢 那些比如說港澳台那些人 很多人很有錢 真的都是上百億的 建一棟樓才五六億吧最多 五六億兩三億 那些建一棟樓還能寫上自己的名字 是吧 然後有一個就是說 寫上自己名字感覺好像很高大上的 不要想多了 你看 材質會商 材質可能是個集團 很多集團都是以自己名字為命名的 這沒有必要啊 對不對 我覺得太沒必要了 有可能是現在下班了 18點28下班了 所以說樓裡面沒人 可以這樣解釋嗎 但是現在你想想看這種大公司 大公司 各個都壓力很大的 不可能那麼早下班的 大部分有些如果說你要趕月季的 都七點鐘八點鐘下班都可以了 這一下吧 這棟樓全部都有人在辦公 你想想看五點鐘六點鐘 這下面有多少人走動 這有多少人走動 遠遠超過這個數目 就像這樣 比如說這個都是上下班的 這一下班的話 你像跟學校一樣 學校那個樓看到沒有 我們就說比學校那個稍微 要不恐怖一點 一半吧 他連一半的一千個人 三四千個人都沒有 那你說我們中國是缺辦公場所嗎 不是的 他不像日本 日本他那個辦公的那個房間都很小 像台灣 台灣的話 他的房子都很小 很貴 非常的貴 或者說香港 他其實人多嘛 然後很多人要想在那裡生存啊 因為有些政策優惠 是吧 但是大陸他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還有你看 右手邊叫萬安大廈 又又貼了 也是貼了招租嘛 是吧 你說這個 我們想想 寫字樓 他好像是法定好像是說 寫字樓好像是法定是20年吧 然後住宅好像是50年到70年 那如果按照這個算的話 到20年以後 是不是這個公司 這個樓的管理者 是不是還要上交一部分稅給政府呢 服裝的 你看這個 這個材質好像賣服裝 我想起了 材質 買好像是賣服裝 實施的 好像全州地區的 材質會嘛 材質會好像賣服裝的 這個底下 這個樓也空了很長時間了啊 估計也有 半年了吧 這半年 因為國內不警惕嘛 那邊的民調還挺厲害的 提前他站坑了 我們現在到達東盛花園西門站了 這個酒店 做天圓軍龍酒店 剛剛說了啊 這個也是出租 你看到這個 你看到我們說的這種樓 叫 它叫清華海峽研究院 名字挺牛逼的 清華海峽研究院 請問研究什麼啦 文化科技產業基地 請問你研究什麼啦 他那些招商的 八九三 啊 名字 電話號碼挺牛逼的啊 是不是有政策 有政策優位啊 只要清華大學你是科研生 就能科研的 你就能在這裡面啊 材質會 左邊啊 材質會的這個 再過來一點 左左邊也是塊空地啊 這個空地回了好久了 估計 有兩年了吧 這塊能不能建保障性住房啊 這個還要申請政府 批復一下啊 支持一下我們這個 在二十多年 在廈門沒有地方住的 買不起房的 先把這些二十多年的 這些住不到房的人 照顧一下 是不是 不要老的想著把房價搞那七萬多 我們本地人都買不起的了 前面那個是華林東盛花園 樓身高度大概是二十這樣子 2004年建成的 這個參考金價是四萬二 差點撞到人了 差點撞到人了 我差點 我差點 對 開始在建了 萬安大廈 前面這一棟 前面這一棟 這是城鄉結合部啊 城鄉結合部 他們這邊 很多房子 都是很矮的 這裡面 裡面有很多塊空地的 這個地方它圍起來 把地圍起來以後 它根本就沒有 給對方說清楚 這塊地是什麼用途 然後長期的圍著 這讓我們民眾感覺到 非常的無賴 圍起來就算了 那地圖上長年累月的 不知道那棟樓 或者那塊空地叫什麼來的 這條很重的叫做 前浦中路啊 我們現在還是往前走啊 左邊這個叫浮祥海峽兩岸中心 這亮燈力也很低啊 不可能這樣子 還是下班呢 前面那個紅色房子的 那些矮矮的叫前浦二區 前浦北區二里 零一連建成的 屬於橫樓的小區了 老金價三萬七 左邊是前浦北區 左手邊是二里 右手邊過去是一里 哇這邊還有游泳池啊 這還有游泳休閒中心 現在已經逐步開放了啊 可以游泳了 騎在外面的 這種就要罰死他 這路這麼寬不齊 前浦二里 沒有電梯的這個 我們在前浦路 現在到達的公交車站台 叫做前浦北區站 前浦北區的居民樓了 再來個小廟 這可能是戲台 比較老的小區了 2001年建的 大家填錯路了 有交界處了 這是華林花園 華林花園 這個樓層的高度大概在六七層吧 下面的店鋪就是這種民生的 修操的 燈管的 賣燈管 五金的 培訓的這個關掉了 這家可能也關掉不知道什麼 文化的這個好像也關掉了 茶館開了 這家什麼文化傳媒公司啊 關了 反正 這個很 這個都到部分都是 這店鋪到部分都是沒什麼 感覺沒什麼力氣 這是前浦健身公園 我在想那邊空地 弄成公園也好啊對不對 弄成綠地的 然後給它保護起來 不要到時候沒有紅頭文件 一個開發站過來 你又賣錢了 房價又漲了 我們前面這條 橫的這個叫 連錢東路啊 上面這是BRT 前補樞紐站的BRT 下面的店鋪就這樣子了 估計也是五金大台的 左左邊那個是前補樞紐站啊 BRT的樞紐站 這條連錢東路啊 我們就拍過了 連錢東路跟連錢西路啊 我們都有拍過了啊 感興趣的同學可以 去往去看一下我們的視頻啊 謝謝大家關照 本期視頻就這樣子結束了啊 再會 如果有什麼說不對的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啊 現在是北京時間18點46 5月13號 城市建設需要你 歡迎大家來監督